大家好,有到《師父》告訴你,《2014》第9集 今晚我給了一個主題,就叫佛力 佛教的佛,力量的力 如果大家有聽過節目,我以前也曾提及過一位澳門的朋友 一些經歷,或者他的故事 今晚我也借用佛力 來講一講佛力 自從他認識我之後,我不敢去居公些什麼 的確是說,一天比一天好 相信在現今的香港也好,澳門也好 人,最重要是居所 早月前,他就拿到宿舍 這件事,我來看一看 他就算未認識我之前 他都很尊重泰國神佛,尤其是和鬼王 特別有緣分,不是因為我 而是未認識我之前,他已經是順貴王 以及對泰國人有一定的認識 那他又不要介意 那我說,在我感覺上,我這位朋友就比較 旁邊一點的 每件事都問,但他一個是很善心的人 那我跟他說,你新屋入房的時候 就一定要安回神壇 那他新屋的風水,我也跟他看過一下 那我其中一件事,我說你 是幾紅的 你千萬不要用任何紅色的東西 那他一直都問,師傅 我應該擺一個壇 請些什麼佛呢 那他一定不用說 他一定首算是鬼王 因為他和鬼王也有一定的緣分 那好了 那其中另外兩尊呢 那一尊是佛造 那一尊就是象身 那表面看上去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其中有兩件事 第一 我試過和他在泰國 要找一尊適合去的鬼王 我真的找不到 因為比較不是那麼多 還有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和他慢慢去處理 那我都說不要緊啦 既然這樣 安分是講緣分的 那他就認識一位泰國的朋友 因為這些是他和我伏述 那有兩個事例 就和今晚的主題佛力 非常非常之吻合 第一個 我想大家都知道 泰國一位高僧 龍撲空 在3月5日那天前 就已經緣直了 那在他緣直之前呢 那我這位朋友 其中的一支象頭神 就是龍撲空開 那你想一想 一個老人家 龍撲空的年紀也不小 我相信他之前應該有一定不舒服 或者身體有不適的 一個這樣的龍撲 在他身體不舒服的時間 他都履行自己的職責 自己做僧侶的職責 他為一個善信 去開降一尊 掌神 那我和我朋友都說 我們這尊盡行 真是 根本不能再用金錢去衡量 是一尊紀念品 也都是懷念龍撲空的一尊信物 他是得到 其一 其二 那他也都 因為他有一位泰國朋友 就幫他在一間廟 找到鬼王的象 那位師父 那位龍撲 我不知道哪一位 什麼名字 就跟他說 拿了我朋友的名字 出生日期 就說 他同時要請兩村 然後他也問我 為何要我請兩村 我真的不知道 我正常還是正常 如果你不是請一村 要你請 應該請五村 東南西北中央 鬼王是分五村 叫你請兩村 我真的答不到 不過是龍撲的意思 我們還要贊 也不敢多說 我們照龍撲的意思去做 麻煩你的朋友 幫你請過來 那兩村是石的 那我經常都 我對於神像也是很緊張 因為如果我自己 犯泰國的話 我所有的神像 我都是手提 我一定不會幾村 因為怕是會有broking 就是有扔到佛像 或扔爛 就真的很大件事 那兩村石的重量 也不是簡單 大家應該很清楚 那他寄過來 早兩天 他收到 其中一村 都爛了 有兩種東西很吻合 第一 爛了一村 就是紅色的 另外一村 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他就很自然 怎麼說 我還不記得 他太太告訴他 他再轉述給我 那天師父也說過 我們是忌紅的 這麼巧 現在是爛了一種紅色 為什麼那時候 龍坡要我們請兩村 現在 雖然他不敢 百分百肯定 原來就是兩村 我們根本就只能夠 供服一村 一村就是爛了的 可能是和你擋了一些東西 這些是我們去聯想 那你不要理他什麼情況之下 那起碼 我這位朋友 他想請的神像 像神 鬼王 都到位 而爛的 就爛了一村 紅色的 雖然是真的 有一點可惜 但是 我們不能夠不承認 這真是一種佛力 佛力 我很相信這件事 是冥冥中去帶我們走 我經常說信佛 不是迷信 是哲學 是教我們做人的道理 這個朋友 他一直下來 都是給我感覺 我以一個旁觀者 或者以一個朋友的心態去看 他很照顧他的家 太太 他的兒子 他 晚上上班 我知道他的時間 因為他是做酒店 是很忙 很忙 他都完全 去承擔整個家庭 雖然他也不是一個特別例子 我相信 全世界的 有很多男士 都會去履行 他自己做 爸爸 或者做先生 那個責任 我想表達一件事 就是 他一直下來 行善意 天就會幫他 我只能夠說一件事 某些情況下 是因為 或者我的飯門 或者我一些事情 幫了他 當我居公 但是很大的因素 不是基於我 那些事情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如果你的心歪 或者你的人 有問題的話 我給你很漂亮的法器 或者你跟我請 很漂亮的法器 也好 大羅金先下來 也補不到 整件事 我今晚說一集的意思 就告訴他們 也希望大家明白 信佛 不是迷信 佛力的力量 是大到無法估計 你用一把尺去量 我想你用一千把尺 你量不到有多大 我曾經跟一個人說過 我最大的法力 就是慈悲 如果沒有慈悲 你多大的法力都沒有用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法力是來自天的 當作一個修法的人 或者一個師傅的立場 天是以眾生為首要的 我經常都強調這件事 任何事都以眾生為首要 其他為之慈要 如果我們不能夠 立一個慈悲的心 我們根本就行不到法 我們行不到法 那我們怎麼去幫眾生呢 好了 又換回一句說話 以一個佛教徒來說 你經常 我怎樣尊重尊重 我怎樣去拜 我怎樣敬佛 我怎樣敬佛 我買多漂亮的水果 我買多漂亮的鮮花 我做到那個神流 幾冠冕堂皇也好 但你心不正 言不正 那我想幫到你什麼呢 所以我很強調一件事 最大的法力 就是慈悲 最好的法門 就是佛法 你任何的法門 我雖然說過是包容 但最歸根到底 都是一個圓圈 都是去回佛力 我們大家都是以色加茅尼佛 就是色尊 的教會 為依貴 而學習 學佛 是學做人 如果連自己做人那個 做法都不明白 那你根本就不是學佛 那你根本就不是學佛 是嗎 就是有時候我會說 是 我不懂 我可以 引用太多大藏經典 去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也沒有這個 了解 如果在佛教中 我是很膚淺 一個旁邊學 就是小學生 我形容我自己 我講過很多次 就算我去讀經文 讀到死的那天 我想我也讀不到 十分之一的大藏經 但起碼一樣東西 我信佛信了 不要說我做師傅 我信佛信了22年 我理解 佛法 或者學法 的禁謠 在哪裡 身為佛教徒 我們最喜歡做什麼 舉個例子 我拜觀音 我供奉觀音 觀音是什麼 他的德行是什麼 他的宏願是什麼 他的宏願是慈悲 而普道眾生 觀自在 是不是 如果我們學不到 觀世音 不可以效法到 觀世音的慈悲 那麼我們拜觀世音 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我們吃一堂齋 初一十五吃一齋 那就代表我們善心呢 或者我們 扔些錢去公益事業 就當作我們行一善呢 我們經常有一句說話 齋口 就不如齋心 好了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一個 這麼基本的要求 不要說持什麼界 不要說什麼持界 有一個慈悲心 那麼很多事情我們就會做到 我經常說 信佛不會帶給你富貴 但是一定會讓你度過你的困難 可能度過那個困難 你要捱很久 很久 大家都不知道要捱多久 但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慈悲心 有一個恭敬心 還有我們能夠 不要有私心 以公眾為利益 所以我相信是很難做 但也不代表做不到 我們以佛尊的教配為依歸 我可以 擔保跟大家說一句說話 我們有困難都好 我們一定過得到 就以我自己來計 我都有很多很多困難 但是我都是慢慢地過 我可以告訴你 牙得很辛苦 但是我深信佛力 我深信我乾媽駕鳴女神 會幫到我度過這個困境 我看回我的朋友 一天一天好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佛力證明 還有好像去請帳神或者鬼王 你介紹給我聽 你可以說巧合 但我不相信是一種巧合 我相信是一種力量 是一種無形的力量 令一個善人得到眷戀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看下一集我又說些什麼 拜拜